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美洲 我是沈梅琪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张军 张老师 美国总统特朗普 上个礼拜发表了他就任之后的 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说 那当然在这个演说里面 总统照例要跟大家看 share他的成绩单给大家看 可这个成绩单在特朗普看来 是非常的亮眼的 因为他提到他就说 过去自己上任两年 让美国劳工过上更好的日子 然后也让蓝领阶级领取更高的薪资 少数族裔的失业率 降至历史来的新低 那零零总总无非就是要让选民 美国民众觉得说 他这个总统当得好 可是你知道美国媒体 时常被指责为fake news 他们也是感到觉得受够了 所以他们就特别在很多新闻上面 要特别的较真 那当然也包括总统的国情咨文 所以待会我们跟张老师 我也好好来分析一下 看看特朗普他在国情咨文里面 所讲的有哪些是事实 或是有哪些是跟事实相去甚远的 那么再来讨论他这个国情咨文内容之前 我们先请教张老师 你觉得他这次的国情咨文讲得怎么样 民主党当然还是批评 不过他的至少批评的声浪 比他第一次的国情咨文要小得多得多了 那次第一次刚刚做总统的时候 普遍的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高度的 分化美国社会的这样一个国情咨文的演讲 那么这一次至少在国情咨文的演讲过程当中 他还提到了一些bipartisan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 国会的议员里面女性议员最多的一次 包括很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女议员穿着白色的衣服要抗议她的都在鼓掌 包括Nancy Pelosi来自于北加州的议长 那么这次的国情咨文当然是在美国政府 关闭了三十多天以后再做的 那么在原来的schedule是要在这个之前 但是因为北加州的这个国会的议长 Nancy Pelosi说那在这个期间 政府都在关闭我们不想让你来这个国会做 法律也没有规定国情咨文 一定要在国会的两院全会上做 事实上你在任何地方做也都是可以的 但是特朗普最后还是决定 就是这个等到政府开了以后 然后才来做这一次 所以这次我觉得至少部分的 尽管还是一个分化 比如说谈到移民的问题 谈到建墙的问题等等还是高度的分化 但是至少在一些的问题上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国会的这个女性议员是历史上创了新高了 希望两党能够合作 至少好像从特朗普的嘴里面 不论他是真心还是不真心 讲出来这些话 这个已经是让人产生了多少产生了一些新意 尽管绝大部分的美国媒体 那他毫无疑问 这个大部分美国的自由派的媒体 也是不喜欢他的 还是对国庆资论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批评 包括一会儿我们要分析的这些东西 好 那所以我们就赶快来分析一下 他里面的国庆资论内容 第一个是让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说 他们美国向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了关税 然后现在这个决定让美国的国库 接收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这个说法好像跟事实不太一样 当然民主党就包括很多自由派的媒体的解读 就是说这个加关税跟美国政府的收入 基本上是两件事 所以不应该把它混为一谈 那么从他的角度 他认为这个加了关税 那么这个加上去的关税的部分 比如说本来是10% 如果加了20% 加了20%多 那这个多出来的 那理论上说是应该进入到美国的国库 但是很多的这个民主党自由派的媒体是说 OK 那问题是加了关税以后 这个中国还对你要有报复性的关税 报复性的关税有可能导致 就是这个美国的产品也要会受到很多的 这个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惩罚 还不用说因为这个双方 这个产生的这样一个贸易冷战 那么对这个美国经济本身的影响 和对美国消费者本身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两兆的人马 就是这个特朗普在说特朗普想说的是 那么自由派的媒体在说自由派媒体说 这个想说的是 不过这个贸易战 虽然美国两党现在确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共识 就是认为在这个贸易的这个政策方面 对中国要施加很大的这个压力 因为他们一直觉得在过去 至少美国的这个两党 一直认为就是中国确实搭了这个 所谓打引号的这个顺风车 那当然中国是不同意这样的判断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两党在这个部分是有一定共识的 只不过就是美国确实两党 也有另外的一个共识 就是认为通过高额的关税 并不能解决现在存在着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问题 还是要通过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谈判 要通过一揽子的综合的方式解决 如果仅仅说我加你关税 你加我关税 那当然中国的经济 因为跟美国的这个贸易的交恶 那中国的经济确实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也是现实存在的 但是反过来看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消费者的利益 我觉得随着这个时间的继续的推移 慢慢的也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这个支持特朗普的 来自于中部的这些农民的朋友们 还有一些产业工人的朋友们 随着这个中国的报复性的关税 如果要付进一步的付足实施的话 那么他们很快也会感受到 更不要说我们去Costco 去美国任何大卖场里面 看到那么多的Made in China东西 试想一下如果在 现在看起来在3月1号之前 中美两国首脑会晤的可能性 又比前一两个礼拜 好像又要下降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见 那么看起来至少 从白宫目前发出来的信息 就是在3月1号以后 那么这个原来说的 这个90天的停战期 那就过去了 那么这个关税 追加的这个2000亿的 这个货品的这个关税 可能还要 现在看起来是要实施 除非在这个之前 也许这是双方 在放出一些烟幕弹啊 或者什么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觉得当然中国经济 还是会受到影响 不过美国的消费者 美国的经济 对这个部分的影响 而且美国的消费者 对这个部分的忍耐的能力 我认为很多的时候 可能还不如中国的消费者 所以其实这个 虽然美国的两党都认为 对中国在贸易政策上要改变 但是用高关税的方式 那么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人 是反对用高关税的方式 而是要用其他的贸易谈判的方式解决 好 那另外这个 当然特朗普他有讲过 他说美墨加协议增加了 美国的制造量 可是这个对一些 对这个财经方面 相当比较有研究的一些 像芝加哥的全球事务委员会的 资深专员呢 他就认为 特朗普认为 他所签署的这个美墨加协议呢 是会为美国工人带来服务 然后带来制造业的职缺 而且更重要是 确保会有更多的汽车 将自豪地吸科的 四个美丽的单字 那就是美国制造 您同意特朗普的看法吗 就是这个NAFTA 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圈协议 当然是在2016年 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就是对选民有承诺的 就是这个 不管这个选民的支持 他大概35% 40%这样子 但他毕竟他是有承诺 也就是他认为 这个NAFTA 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圈协定 那么在过去的 一二十年当中 由于 他始终讲的 就是由于他的前任 就是美国的其他的总统们 那么他们的愚蠢 导致了这个 北美自由贸易圈协定 只对加拿大 只对墨西哥有利 而让美国的这个经济受损 尤其是让美国的产业工人 Albeit 这些产业工人 绝大部分是支持了 这个特朗普的选举的 所以说他上台以后 他毫无疑问 这是他的first priority 他一定要做成这样一个 对 现在这个NAFTA 他也不叫NAFTA了 他就叫美加墨的 这个新的贸易协定 但是呢 由于他这个 美国国内 有自己的国内法律 就是你要修改 这个原来的贸易协定 尤其是多变的贸易协定 那因为这个原来的NAFTA 是美国国会批准的 那么所以这个新的贸易协定 他还要有新的这个美国国会来批准才行 所以现在如果这么早的 就是说他对美国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确实为时的 为时比较早 第一 这里面的很多的条款 是部分的让美国的产业工人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汽车的这个 优惠的政策对美国可能相对比较有利 但是很绝大部分的这个经济学家会认为 就是这个自由贸易权协定 事实上在比原来的NAFTA改变是非常有限的 与其叫它2.0版 还不如是说就是可能只是做了一些 这个补丁式的这样的一个修改 更何况这个贸易协定还没有 美国的国会还没有批准 都还没有付足实施 那么现在就说他对美国有多大的帮助等等 那当然是为时过早的 不过你也知道国庆资文嘛 国庆资文与其是在汇报自己做了什么 其实更多的传统上变成一个形式 是在吹嘘在鼓吹自己 这个政绩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很少的时候在说拿数字说话 或者说我未来要做什么事 我将来要兑现什么事 国庆资文在我看来 从它开始的时候产生 说是要确实要向美国民众报告 这个这一年来我做了什么 现在已经变成基本上就是一个 在我看来是一个政治的symbol 就是要让民众了解自己究竟 这个政府的执政是多么的有效 同时可能还要批评一下反对党 那么同时当然说一说 明年我们希望做什么 更重要的是对特朗普来说 他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选战 也是在这个国庆资文里面占的很重要的 我相信在你这个国庆资文的稿的时候 他心里面想的都是2020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他在这次的国庆资文当中 他说薪资成长率创数十年来的新高 特朗普他的说法是说 他说目前的薪资增长速度 是数十年来最快的 然后对一些蓝领阶级来说 他们薪资成长速度比任何人想象了都还要快 他讲的这个部分 可能一部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实时基础 就是这个第一 他上台以后大规模的这个减税 那么确实让一部分的这个中产阶级以上 那更有钱的人可能受到的这个减税的福利会更好 那么同时呢这个鼓吹的也在大力的推动 就是使到这些很多的这个美国的manufacturing的这些工作 要回流到美国 如果回流到美国的话 我认为客观上对美国的中部的产业工人 甚至对一些农民 那么肯定是有帮助的 只不过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东西两岸 我们在加州或者在纽约州 我们感受到 事实上我想我们问问周边的朋友 他们感受到的这个确实是不明显的 那么美国的中部的 比如说以前的所谓Rusty Belt 什么生锈带 什么钢铁带 汽车带的那一部分的人 我觉得从他 由于他们是这个globalization的 我觉得他们的是失败者 他们是losers 因为globalization毫无疑问 是我们加州和纽约 这东西两岸的人 这个得到的好处会比较大 整体上也许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好处 但是在任何的一个经济得到好处的时候 他这个经济体里面 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得好 他一定是有一些winners 这个赢的人 也有一些输家 这些输家我认为确实是这些产业的 工人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认为他们的工资提高 他们的就业的情况的改善 这个可能有部分的这个真实性 尽管毫无疑问 你如果把它放在美国整体的 这个经济里面来看 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在加州 我们问问周边的朋友 好像大家的感觉 也都非常的不明显 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这所有的国情之稳 因为内容这一项是 总统讲出来之后 但是作为老百姓 我没有感觉 所以仿佛有一种 我们是在同一个国家的那种感受 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加州人 和纽约州人是美国人 认为我们 我们也认为希望 我们早就要独立了什么的 另外他在 总统在关键中文里面 他讲到也是跟我们 少数族裔有关系的 他就是说 这个少数民族是有史以来 失业率最低的 其实总统这个说法 并没有说错 这个少数族裔的事业 因为这个它确实有官方的统计 当然不同的解读 有的人 这个民主党人士说 对啊 那是长久以来的 美国的这个政策 本身就是非常对这个少数族裔 尤其是受到这个 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少数族裔 那么他们的起点也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就业的状况 等等都非常不容易 但事实上就是 我就还是跟上一个问题 相关联 我认为就是这个 manufacturing的这个 制造业的工作 回流到美国 那么客观上 确实对少数族裔 我想我们也不用去 走得很远 我们到洛杉矶的路上 去看一看 我们修路的工人 我们这个修水管子的工人 绝大部分跟少数族裔 还是有比较大的关联性的 那更不要说在美国的 中部的那些的地方 所以这些工作本身的回流 我觉得对这些人的就业的改善 确实包括少数族裔里面的 女性的这个就业的改善 我认为确实是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政绩 这个部分毕竟是美国 他这个你也知道 商务部和劳工部的统计 他毕竟这是一个 还是可信度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官方的统计 但是因为一月份 政府官方的影响 所以这些少数族裔的失业率 其实都有回升的迹象 特别是African American 他们上升到6.8% 对就是民主党人的批评 就是即使是 首先这些工作 他们dispute 就是有没有这么大的增长 那么即使是有这些大的增长 他认为这些这些工作 这些jobs 他不是high quality的jobs 也不是稳定的jobs 他可能更多的是seasonal的jobs 比如说一段时间里面 某一个事情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那么而且一旦这个 国家出现问题 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 首当其冲立刻受到影响的 通常也就是这些人 你比如说像联邦政府的官兵 联邦的federal employee 他是受到影响 但是他毕竟有各种各样的 法律的保障 所以开门以后 他们很快也可以拿到工资等等 但是因为这个政府的shut down 那么政府他只有80万人 看起来受到了影响 但是这80万人 他潜在地影响到周边的 比如说这个janitors 比如说这个帮你做其他的 像national park里面那些做工 那些人他是没有这些方面的保障 所以他一旦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以后 他们首当其冲 首先要受到影响 希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当然不希望这个政府 时常处在这个一会儿关一会儿开的 这样一个状态 是 好 那另外还有一点 他在这个国庆自闻里面提到了 我觉得对我们都非常重要 就是特朗普说 经过他的努力 2018年的药品价格 创下了46年来的最大的跌幅 那么美国媒体看的是哪一边的媒体 他们有人说 对 总统讲的 没错 也有人说 魏欧 你要看这个药物价格下滑的数据 因为从宏观上来看 药品的价格其实仍然是在上涨 只是它的涨是有趋缓的迹象 这个美国的我想这个 大家都喜欢美国的这个药 因为美国的药的确非常有效 我们也时常聊这个东西 所以但是呢 这个美国的药的这个价格 也是非常的昂贵 一部分人这个如果你是为这个美国的药品公司 制药公司来进行游说的话 那我想你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 就是美国的药之所以有效 那么它是要经过这个药品公司 大量的投资人长期的对这个药的研发 那么研发一个药 根据这个模仿 copy一种药 那它当然这个代价是不一样的 我确实 我不知道你 我也有很多这个在做医药研究的这些朋友 他有的时候研究了二三十年 花掉了这个投资人很多的钱 最后也没有 确实没有成功 就是有很多的药最后成功了 那它这个背后确实有大量的人的心血 和大量的投资人的这个钱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贵 那么肯定是一个原因 但同时呢 正是因为美国药 它花了这些钱 它的药这个非常之有效 那么在全球都是比较领先的 所以这个美国政府也一直比较担心 包括特朗普政府也比较担心 奥巴马政府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 就是他们产生了某种的这种垄断 也就是正是因为别的国家造不出来 或者别的公司造不出来 你比如说像以前的辉瑞制药的 那个VIAGRA等等那些 那都非常非常有效 但是呢 它确实要把住这个pattern很多年 然后它这个自由定价的这个权利 所以美国政府其实历史上 也一直想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包括我们加州的这个自由派的 这个新州长Newson 上台以后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 就是希望这个加州毫无疑问 是有非常大的这个purchasing power 那么它是希望说 加州的这些买药的这些机构 能够形成某种的这种联盟 然后集体的向这个制药公司去施压 所以我觉得这个始终是处在一个平衡 我坦率说一方面 我们大家都在抱怨药很贵 这个不好 但是试想一下 如果药变得非常便宜 从而discourage那些研发药的人 去研发更多的药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也会使到 这个市场的competitiveness 也要受到影响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 现在看起来药品确实比较贵 但是如果要让它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 更多的人其实我认为 还是希望用市场的调节的方式 而不是要用政府定价 或者是政府用强力的手段 去改变这个药品的价格 特朗普他其实有具体的讲过 不是在这一次的国庆之文里面 但是他已经讲过 要lower这个美国的药品价格 他有提到 他说是想要用把那个中间商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很多药是由我们一个叫做 这个pharmacy management 的那样子的一个单位 来帮我们讲价 但他认为这个中间单位 拿了太多的回扣 所以他认为说 最好方法就是变成 把这个中间商拿掉 让我们自己单独个人 去跟药商溢价 那个部分我认为 可能是一个部分的原因了 但是你也知道制药公司 我觉得很难想象 就是像这个制药公司 变成一个大而全的公司 什么都贵他管 他既要研发也要生产 也要管distribution 还要管这个 跟各个州里面去打交道 我觉得这也不现实 从很多的这个专家 还是认为就是美国的药 第一它确实是比较贵 也就是同样的药 如果在加拿大去墨西哥买 它就会比较便宜 那么这里面就是同样成本的药 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买比较便宜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大的制药公司 它形成了非常强大的 这个游说的集团 那么这些游说集团 当然是通过游说 美国的这些政府官员 尤其是国会的议员 形成了对这个药品公司的 很多的这样一些 保护性的措施 所以解决的办法 我觉得肯定不仅仅是说 因为有这样 你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平台 一个中间平台 把它解决了就解决了 那未免使到这个事情太简单化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就是第一政府的regulation 它看看怎么样有利于 这个市场的竞争 而不是要让个别的大的 这个制药公司 完全垄断了药品的研发 这个pricing等等 但是现在看起来一时半会儿 它如果很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解决问题 那当然就是通过 比如说像我们加州的 纽森这个州长的方法 或者是用特朗普的方法 但从根本上解决 我觉得当然还是要鼓励 自由的市场竞争 当然同时要discourage 大的制药公司 形成monopoly 这个可能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可是那大的制药公司 我记得他们就算研发成功一个药 他们的专利时间也是有限的 对 这个美国的专利的时间 应该算是世界上比较长的 所以一部分人要提出来 在这个部分进行改革 你比如说像在澳大利亚 在其他的一些国家 不过反过来我们也持平地来讲 绝大部分的这个 本世纪的这个先进的药 不论是任何这个领先 cutting edge的药 是美国公司研究出来的 所以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让它的pattern保留的时间长一点 不但是对美国的制药公司有利 那么其实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本身也是有利的 所以其他的国家 当然为了要跟美国的制药 行业竞争 那他们相对地把自己的拍口 保留的时间变得比较 compensate 那么未来是否在这个部分 我不符合赶上 还是不符合赶上 你和我的城堡 这记忆太难保 快乐走得太骄傲 不痛不痒 此刻的表情 只能故障表象 电线都不是